再次多謝我們的嘉賓主持 以及我們的演講嘉賓感 當中包括郭志瑞教授、鄭燕銘教授、 梁承輝醫生、黃永堅教授、 廖建華醫生以及曾啟瑞教授 再次多謝各位 現在這個時候也有請香港中文大學校長 沈祖堯教授為大家作結尾的致詞 有請沈教授 聽到嗎? 各位嘉賓、各位同事 首先我今天來到這裡的時候 我就想起何鴻燊博士醫療拓展基金 今年已經去到第七屆 我坐在這裡聽的時候 其實我心裏覺得 我們應該要多謝一個人 這個人就是 就是圈永明先生 為何我這樣說呢? 因為其實整個基金、整個研討會 都是由他一手策劃和推動 但是他不僅推動這件事 並且他真的很有心想把醫療的水平和服務提高 以至於每一年我們在這個會那裡 他都坐在這裡聽聽,從這裡聽到落尾 我為何會說很佩服他呢? 因為你想一下 如果我一個想一下 如果我 叫我去坐在這裡聽一個銀行家說話 坐一天 我完全不知道那些銀行家在說什麼 但是我都在這裡坐在這裡留心聽的話 其實實在是代表他真的有一個很大的動力去推動這件事 而我知道這個基金會的成立和這個會議的誕生 是實在希望兩岸四地的醫療的醫護人員 是可以互相交流我們的訊息 以及互相的去學習 以至到是提高整個珠三角地區 甚至乎整個兩岸四地這個大中華的地區 那個醫療的水平 我們知道在珠三角 只是珠三角的人口都有六千萬 再加上台灣地區的人口 差不多有一億的人 如果我們能夠是合作 將這個地區的醫療的服務 將我們無論是醫生 或者是護士 或者是言語治療師 或者是這個物理治療等等 那個服務水平來提高的話 實在能夠幫到不少的人 但是我也都在想 就是這個醫療拓展基金的會議 除了我們可以用剛才那個的形式 做一些講座之外 還有沒有一些什麼東西是能夠做的呢 我相信醫學的發展 和醫療那個技術的先進 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但是另外兩個重要的因素 可能將來我們都要考慮的呢 就是可能我們在討論的內容的裡面呢 也都可以討論一下 兩岸四地的醫療制度呢 有沒有什麼東西是需要改善的 因為制度的改善呢 其實是幫到很多的需要服務的病人 第三個領域我們可以去考慮的呢 就是我們在醫療那個的道德上面 在那個倫理道德上面 又有沒有些什麼可以去研討的呢 比如剛才我們聽到有很多這個人工受孕 Test to baby 或者其實甚至乎有更加多的 不同的醫療的發展 是可能有一些的道德上面 或者是倫理上面的考慮的 這個呢 亦都可以成為我們將來呢 一些的討論的一個的範圍 那麼今次呢 是非常之高興的知道呢 除了我們有這個討論會之外呢 並且成立了這個澳門的失智政協會 我們的高坤教授呢 以及他太太呢 都來到 並且呢 是在同這個地方呢 是一齊呢 是舉行了一個失智政的一個研討會 希望呢 澳門政府呢 將來呢 是啊 和這個會呢 更加多的合作 可以給予到失智症的病人 以及他的家人呢 更加多的幫助 那麼啊 我希望呢 這個會議呢 是繼續的 是舉辦成功 中文大學醫學院呢 是會繼續的 支持這個會議 今天我來遲了呢 是因為今天呢 是中文大學醫學院的 三十周年的紀念的開幕儀式 就是說呢 我們今年呢 是三十歲了 中國人說呢 三十二立 就是我們終於都成立了這個醫學院了 或者說這個醫學院終於都押立了在這個國際的港壇的上面 那麼我們希望呢 將來呢 在這個醫學院 在澳門 在珠三角地區 在珠海 在深圳 其他的地方 可以和大家有更加多的合作 再一次的多謝大會安排我們各樣的這個會議 其中呢 其中呢 胡錦生教授 還有呢 Professor Florence Venn 是做了很多的工作 我們特別的多謝他 也要再一次多謝 好多謝兩位 請勸生留步並請沈教授就座 現在也有請香港老年千華政協會主席 謝謝 好多謝兩位 請就座 接下來也有請澳門失智政協會副會長 鄭燕銘教授 自重紀念品給失智政專題講座的主持人及主港嘉賓 有請澳門鏡湖護理學院教授 澳門失智政協會會員大會秘書 朱明霞教授上台接收 好多謝朱教授請就座 接著有請 香港威爾斯親王醫院 精神科學系榮譽臨床助理 蔡美若教授 好多謝左先生 請就座 繼續有請 人伯爵綜合醫院精神科醫生 澳門失智政協會副理事長 曾美佑醫生 想來接受紀念品 請就座 好多謝曾醫生 請就座 繼續有請 澳門鏡湖護理學院副教授 澳門失智政協會副理事長 曾美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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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就座 請就座 繼續有請 澳門鏡湖護理學院副教授 澳門失智政協會理事長 曾美博士 想來接受紀念品 澳門鏡湖護理學院副理事長 曾美博士 請就座 今天的何鴻新博士醫療拓展基金會 2011醫學研討會 奧門失智症協會成立典禮 已經完滿結束了 多謝各位出席